好,这一题我们来看它这个极座标方程式 R平方等于sin2c达 那这个线我们把它叫做双扭线 那么这个线条它是这样子 如果c达是0的时候 这个R是0,换句话说在圆点 它是在圆点 那当这个x轴开始旋转以后 这个R就有直的 但是因为它这边是R平方 所以它的直是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所以它这个值如果从正的方向走 它就这样子过来的 它这样过来的 负的方向走了它就这样子过来的 它就这样过来 那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直到这个c达转到四分之π的时候 c达是四分之π乘以2 它就变成了二分之π 三一分之π刚好是1 所以这个点它距离圆点是一个单位 它的R是1 那么超过四分之π以后 这一条线开始往这边转 那么这个当c达转到二分之π的时候 转到二分之π 二分之π乘以2 就是π 三一π又变0 所以它又回到这边来了 那因为这个图形 它两半双流 上面这一半跟下面这一半 它的面积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 如果你要去算这块面积A的话 它们全部所为的这个面积 那么我们就给它乘以2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算这一块阴影的区域 那这块阴影的区域是 二分之一R平方dc达 那么它的这个积分角度 是从零度积分到二分之π 零度积分到二分之π 那么所以前面这个系数 二分之一就抵消掉了 那么这个R平方 它的方程是刚好是R平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对三一二四一打下去 做积分就可以了 那么三一二四一打呢 你给它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二分之一 这个负的cosc 负cosc的 那上下线是0到2π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负二分之一呢 把它提出来 放在最前面 然后呢 我们把上线2π带进去 2π带下去的话呢 就变成cosπ 减掉下线0带下去呢 它就变成cos0 cos0 所以这个 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 它是负二分之一乘上 cosπ是负1 那cos0呢 是正1 所以负二分之一乘以负2 最后我们就得到呢 它的面积呢 是a 那a这块面积呢 就是这个双流线 它所为的面积 双流线 它所为的全部的面积 全部的面积